过去每逢中国大陆有天灾 香港人总是义不容辞的大笔捐钱 但是这次呢 亚岸七级地震之后 香港市民的反应却和过去有所不同 最近香港政府建议拨款1亿元来震灾 却引发了香港社会的议论和质疑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呢 我们的分析报道 四川地震灾情惨重 海峡两岸一人纷纷伸出援手 香港隐姓郭富城 透过个人慈善基金捐出30万港币 并围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处理 郭富城为灾民祈福时表示 希望大家有能力的尽力 以正确途径做出金钱及物资的支援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 4月22号 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 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 申请拨款1亿港币赠灾 然而一些香港民众与立法会议员 对于港府动用公堂捐款有所保留 甚至呼吁民间抵制捐款 为何港人的热情不在 香港开放杂志编辑蔡永梅分析 归咎于中共体制的腐败 因为当年汶川捐款遭到滥用 贪污丑闻不断 令港人失去信心 民众币赠 发生后就是中共官方的这些表现 不断地用贷款批贪 那个中国的红磁之后 又爆发了那个国内的事情 所以整个对中共官方的信任 就完全破灭 这个走势以上都挪到了 那个政府的行政费用 就上去了 就是比如说贪官里面去了 全这个汶川币赠的灾区 现在大家都看到 非常的富力弹簧 根据报道 2008年汶川地震中 遇难失身有5781人 其中超过一半 被倒塌的豆腐渣校舍压死 光是绵阳市北川中学 就有1300多位学生遇难 然而至今 没有任何一个官员 就豆腐渣攻城问责 这些学生的家长 五年来屡次进京上访 都被抓走遣送回乡 据了解 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重建 当地建成启用才两年的小学 为了给富豪商下让地 枕栋拆卸 地方政府利用善款 新建超豪华办公大楼 多名贪官落马后 设计的善款往往上千万 有网友表示 中国天灾人祸时 中国人捐得最少 台湾与香港捐得最多 那是因为中国民众最清楚 钱最后会到哪里去吧 新唐人记者田静 台湾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田静